6月2日晚,已出演《黑社会角色》出名的香港演员李肇基因肝癌扩散之肺部,抢救无效,在香港伊丽莎博医院病逝,终年69岁。 李肇基去世后,香港导演李立驰发微博悼念。 6月3日,李立驰向记者表示,李肇基非常仗义能干,为朋友帮忙尽心尽力,对电视界和电影界贡献良多,在香港演艺界是值得被怀念的人。 李立驰和周星驰共同导演了电影《喜剧之王》和《时神》,李肇基在其中分别扮演收保护费的收驼弟和海鲜店老板额头等角色。 李立驰表示,自己年轻时曾经从香港亚视转职去无线电视工作,而李肇基最初是无线电视外景联络员,他主动热情地帮助李立驰,适应新环境,导演们和李肇基关系都很好。 后来李肇基获导演《灵灵东赏识》,开始饰演恶人角色,大获观众好评,后期又尝试出演喜剧角色。 后来在电影拍戏时,《食神》那些,我们就找他客串,因为他的外形、声线很有代表性,拍一拍一拍一拍,他就出镜多了, 变成了大家认识了他,基哥基哥,我想大家都很记得他在《食神》那里演出,还有《喜剧之王》,《喜剧之王》收陀地,都是亦私亦有,因为在TV那时我和他都挺fan的,整个都吹吹吹吹。 李立驰表示李肇基的经历很特别,李立驰大赞,他既上得了台前拍戏,也能在幕后做杂物,设个多面手,同时基哥也很有义气,任何时候打电话让他找外景,他都听电话,从来不拒绝。 后来李肇基曾经两度中风,之后淡出影视圈,2018年又不幸患上 李立驰表示,这时基哥一改热情风范,变得非常低调,李肇基一度想放弃治疗,在亲友鼓励下接受肿瘤切除手术,可惜最后还是不抵挨摩。 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,香港影坛有不少江湖及英雄电影,李肇基多演黑社会角色,他和黄光亮, 陈奎安和何家居齐明,并称香港影圈四大恶人,目前三人已经离世,现只剩黄光亮。